春日暖阳 这部剧被积压三年后在卫视播出 虽然播出后收视频频 但是折射出的娱乐圈里的歪风邪气 却打了无数人的脸 以往涉及娱乐圈题材的剧 打着揭露娱乐圈真相 最后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而这部剧真真正正展示了娱乐圈里的现象 外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 隐藏着许多毒瘤 他们正在一步步污化演员这两个字 空有颜值的流量小花 可以对前辈指着点点 可以用数字说台词 制片人导演还要阿谀奉承着 为什么 因为他上头有人 剧中还有一个角色让人印象深刻 因为他的人设非常讨厌 但却是娱乐圈的真实写照 这个人就是周琪琪饰演的河水 靠导演上位 河水这个人物应该是娱乐圈许多人的真实写照吧 热爱表演却没有演技 空有颜值却没有实质内涵 从20岁到30岁虚度光阴 到头来一事无成 还是一个话剧社的初级职称 想要获得成功 只能靠导演尚未得到女一号的角色 但是最后还是因为没能力被踢出剧组 想想其实也挺悲哀的 不择手段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 威胁导演得到的角色终究走不长远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就是娱乐圈血淋淋的现实 与杨幂合作翻译官 饰演河水的周琪琪一出场便觉得眼熟 查完资料发现原来是 翻译官里的文小华 在剧中是女二号 与杨幂饰演的女一号乔飞争巧男一号成佳阳 周琪琪在《翻译官》里是一位有颜值的新鸡女 在《春日暖阳》里是一位有颜值的小丑演员 但是剧外的她可是一个知书达理 努力上进的好演员 演不会演戏 感觉比会演戏难多了这句话来自于她昨天发的微博 在剧中饰演的河水演技非常烂 而她的表演把河水的烂演技表现得淋漓尽致 演得太棒了 观众看完都直呼辣眼睛 这部剧真的是一部好剧 多为老戏骨加盟 给这部剧增添了许多精彩画面 黄子涛与孙怡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可是为什么没有爆火 如果按我的理解 应该是这部剧太真实了 真实的太过了 因为生活在每日未无抖米折腰的社会 闲暇时只想看看轻松有趣的电视剧 而这部剧适合静下心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